喔 一个大男人不顾形象 大声吼叫 连点不表情 都扭曲变形 感觉相当痛 一名60岁男子 到大甲拜拜逛街 到庙门口的一家按摩摊 想要伤一下 结果老板娘太大力 男子瞬间昏过去 送医发现是脊椎瘫痪 插点也变成四肢瘫痪 事后老板娘被一过失伤害罪 判刑三个月 许多人上班太劳累 喜欢去按摩店放松筋骨 但切记并不是越痛 就越有效 甚至中医师表示 有些地方要避免去按 像是颈椎腰椎 轻则越按越不舒服 重则瘫痪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你真的说想要 透过别人帮你按摩 疏解的话 最好能够找有执照的 或者说比较正规的 那这样的话比较安全 很受欢迎的刮痧也是 要分清楚是肩颈痠痛 还是疼痛 假如是疼痛 就要到医院求诊 而不是刮痧 去确认他是疼痛还是痠痛 如果是疼痛 那当然就不能够 再用刮痧拔罐 民众想去按摩 要找领友执照的师傅 假如不适感 没有随着按摩后消失 反倒是更加剧烈 那就得找医生求诊 记者廖文宾 陈广瑞张志凯 采访报道